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转转专门拿个杯子啊 大家可以来杯酒 讲奥特雷克这样的人物 讲马奈这个比较巅峰时期的喝一杯还是不错的 借着这杯酒跟大家分享奥特雷克 要讲中国美术史就喝茶了 经典的欧洲美术史大部分时候我们是跟这些没关 因为是理性为主的训练为主重处为主的这种作品 像17世纪 我们讲到19世纪还是一个自由的放松的浪漫的一个艺术氛围 现在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作品 现在给大家分享的这张作品就是马奈的作品 马奈的一个习作啊 很小的一个作品 我们有的时候其实美术史是以小见大的 当然我们昨天讲了这个火达斯开枝啊 那个是真的是大幅的作品啊 经典的作品 人物众多啊 光线复杂排列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那像这样的作品还是有点小不同的啊 有点小不同 它就是个小品画很精致的一个小画啊 这么小的一个作品 然后两朵花啊 大家一看这个就会想起一个那个 谁写的 张爱玲是谁 红玫瑰白玫瑰是吧 就是这人总有两个最最爱的啊 就是其实这就是马奈的生活啊 马奈的生活 一个是莫里索她很爱 一个是她的妻子苏珊娜 苏珊娜呢又对她比较宽容啊 苏珊娜她一生很放浪 所以我们昨天讲到她去世 马奈我们翻过头讲她的这个这个 一些生活 她就是这样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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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状态 然后包括苏珊娜自己也跟她的父亲有一种情人关系 但马奈也没有没有好像没有太在意这件事跟她结婚了 那么后面发生很多这些部分啊 这些部分 嗯 是艺术家的这个八卦的部分 生平的部分 但是呢对于艺术家其实影响 对于这个马奈这个人影响很大 但实际上这样的东西读解起来呢 对于呃我们比较比较传统的中国这个家庭或者东方文化来说有点不太好就理解 而且这个觉得那种生活是我们呃不太好想象的到的 我们大部分人这个家庭生活尤其是中国家庭很稳定啊很少很少参与其他的事情 所以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所以这两只玫瑰啊 能看出马奈的那种内心的变化啊 真的是以小见大 一个小块当中 体现的绝不是一个小的感觉 而是体现的他那种热情奔放的那种生命力啊 所以这是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就是有一张很精彩的这个色粉作品 我们昨天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到 这张作品呢 纯侧面的一个作品 经典的这种顺光作品就是啊 然后黑颜色的布局 灰黑暖颜色暖灰色的这种变化 整个形象的造型的这种趣味啊 很特殊的一个角度啊就是啊 那个那个尤其是那个帽子到挡在他的后面的时候 这一块像一个月亮的一个形状的一个半圆形 在脸的后面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 把这个人物的外形啊 这很漂亮的很标志的一张脸啊 比的非常清楚啊这样的一个作品 昨天我们讲到这个作品啊 讲到这个作品 但其实马奈最重要是这个作品 如果说读马奈我们没有见过这张作品 就太遗憾了啊 几乎我们就不能够很准确的去把握这个人物 这张作品我们其实相当于相对来说 大家如果有一点美术史的经验的话 都会见过这个画啊 大部分画册也会选选灯这张画啊 一讲到印象派前面这几张 不管怎么这张画还是要放进去的 尽管他没有作为印象派的画展出现 当然这张画必定放进去的 草地上的午餐 画的这个画面比较容易看懂 两个男士着装 两个女士呢是裸体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整个的森林啊 这个可能是个树林啊 不应该叫森林啊 那是个树林 然后有旁边有一些小的溪水啊 池塘这种感觉 然后有一些午餐 那画的是什么 画的是法国巴黎 当时近郊的一个公园啊 这个公园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 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下 他成为了一些人经常在这野和的一个地方 大家在这经常会互相的寻找啊 互相的去找到那个伴侣的一个地方 应该说是个比较荒诞的糜烂的地方 然后法国的这个市政其实也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大家就是心知肚明不去说客 只有马奈这个人呢 觉得因为他的生活本身就是 他很能直面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也不忌讳这一切 他就把这个表做成了一个作品给放出来 一下就捅了马峰 我一下这个批评的声音出天盖地 全部的美术评论家腾出时间就写文章 专门骂马奈不干别的了 所以马奈一下从当时这个小有名气 本来是觉得是一颗然然兴起的新星 觉得他那吉他手画的还挺好的 认为沙龙要接纳他 结果因为这个一下跌入谷底 永世不得翻身大概这样的感觉 但是这张画的从那个技巧上来说 从传承古典绘画的角度 从印象派的角度 他都能说得通 他画的就很好 有这种现实主义的一种感觉 有这种现实主义感觉 有像库贝尔这种人的这种影响 所以他是个挺标志性的作品 你要说印象派的作品 印象派以追逐光线为主 他又不是追逐光线的 不是去解读受光背光颜色变化 他又不是干这件事 他有点像一个写实的一个 有摆拍或者是在摆拍情况下的一个新闻片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作品是很拉承 转变了他的命运 本来他应该是有一步好奇的 但我相信马奈德这样的比较自信 很自信的艺术家不会在意这样 昨天我们分享了这一张 但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这几张作品应该对于他来说 我们就分享到了特别是这一张 特别是这样 当然还有像这样的作品 这个作品 不要小看他 不要看他 看起来有点潦草的习作 他是挺重要的一个作品 他还是挺重要的一个作品 这个画的是马奈当时的情人 这个情人是在莫里索出嫁以后 嫁了弟弟以后 然后他画的这个作品 画的这个作品 然后当时他的妻子苏珊娜 就是知道这件事 不太知究 就是好像很很这个 对这个事情好像能平淡接受 这一点上可能是一种文化差异 我们大部分还是不太接受这种生活 这个是马奈的一系列的作品 包括这样的作品 包括这样的 他有很多这种惯喜的作品 就喜数的这种感觉 还有这样的小画 也能看到他基础阶段的一些布局 包括是这个色彩的造型的 怎么样去弄他反复的去年 这个基本是马奈的一个状态 我们不太深究马奈的一些细节了 因为对于其实整个的美术史来说 不管你单个的艺术家有多么的丰富和精彩 你只是这个美术史上闪耀了一下的一颗星星一样 不会有太多的关注 不管你多闪耀 当然有的很厉害了 但是也不会太过夸张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 这个人 奥特雷克 这个人就 我们先看一张他的照片 这个自画像 这个就是奥特雷克 如果大家看过那个电影 可能是01年的吧 尼克尔吉特曼派那个红墨坊里面应该就有很大一部分是描写劳特雷克的生活 是01年还是01年 还有一个红墨坊是专门拍这个劳特雷克 我有点记不住 嗯 从这个画面上来看 一个年轻人 然后在一个镜子前去自画像 然后前面有些气密 笔法 笔触非常的 这个 放松 很自由的一种感觉 而且画的很肯定 没笔 上去以后就不再更改了 全是像那个刀切符卡 像那个雕塑一样雕凿上的感觉 你看他肩膀上这几笔你就能够感觉 极其肯定 啪啪几下就拿刷子 或者拿这个大号的朱宗的笔直接就上去 啊 这种感觉给人看着很痛快啊 很畅怜的感觉 这就是 奥特雷克的性格 就是这样 奥特雷克是 这个 1901年去世 他是 1864年应该是 出生的 1864年出生 应该来说 他是 跟梵高他们是同代人 比梵高小一些 比梵高小一些 然后比马奈他们像莫奈又小一些 所以他其实也应该归在后期印象派当中 啊 这是他的一个自画像啊 但是这个自画像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 应该说当时他还在学习当中啊 他也学了好几年在这个 一个艺术家工作室 但是他没有正式的进入美术学院 但是在艺术家工作室 那些工作室的人都是 比较传统的受沙龙的艺术 受沙龙文化去影响 啊 那早期的作品我们看看是这样的 你一看这个就是个好学生 很认真的执行老师讲的这个东西啊 把一个形体啊一个衣服啊一个一块颜色 怎么去校对准确啊 比如冷灰的背景啊暖灰的皮肤啊 深暖暖深色的这个头发 加上深色的衣服 这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国内的高考的 油画肖像也好色彩头像就要这样 你画成这样就差不多能考上了 你要画的太乱七八糟就就不及就够呛了 所以这就是他他在上学的时候 应该说他在这个学画的阶段 还是非常好的执行了老师给布置的要求 但那后期当然很不同啊 稍微对劳特雷克有一点认知的后期 劳特雷克这个人对于后期印象派 对于理解梵高宝阔 对于后面的野兽派表现主义 有极深的影响 我们昨天也反复的去强调这一点 当你要想顺着这个美术史摸到表现主义 摸到抽象艺术的话 你这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弄懂 如果你对他没有感觉 或者你看了还是有点模模糊糊 那你可能后面还是不能很容易的去读解这个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你作为欣赏抽象艺术 或者心想二十世纪现代派 你如果没有十九世纪美术史的这些积淀 或者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你直接进入二十世纪美术觉得就是一场 这个荒诞戏 大家都感觉跟风力一样 瞎话的瞎弄 尤其到了这个十九世纪 这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 整个更不好理解 所以你必须要往前推 当你弄不懂的时候往前倒 从前面再捋一遍 再捋一遍慢慢就摸到这个 直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在这种艺术家当时 越来越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 甚至各国国力强强了以后 互相追逐艺术家 甚至各国各国家捧的艺术家都不一样 很有意思的一段历史 很奇怪一段历史 有如果说类比的话 有点像就是 几个娱乐公司经济公司 各捧各的艺人 他说他的好 他说他每天都是他们的新闻 这种感觉的 尤其是美国到那个经济崛起以后 他要有自己的艺术家 他要把这些人的作品买过来 使劲说这东西都好 日本也是 日本凡是喜欢服饰会艺术的艺术家 日本就疯狂的买 典型的就是梵高 印象派大部分人 大部分印象派艺术家 都很喜欢日本文化 特别是服饰会 这种绘画的方式 日本就把这些人呢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疯狂买 不停的创造高价 然后出画册 所以网说你看这些人就是 受了我们日本的服饰会文化 才以化到这样的 但是不是我们还值得商榷 就是说受到你的文化了 莫非就是你的使徒了吗 我不觉得完全是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 有人 人者见人 每个人的判定是不同 但确实当时已经开始追逐了 所以你就能够感觉到艺术的脉络 确实在做一个大的转弯 这种转弯的时候 我们要把几个关键的人物 真的好好的去欣赏一下 去定在那儿 当然我们还是重复前面所说的 如果你不理解或者你看了不舒服 请不要对自己说谎话 也不要对别人说谎话 你不要说我觉得好 非要说好不用 你觉得不好看不舒服 那就是不舒服 一定要对着自己的内心 因为当时的艺术家就是 画内心世界 不再画现实世界了 不再画眼球看到 这就是劳德雷克 那我们先看几张劳德雷克作品 我们大概认知一下这个人 看一张比较有特色 这个光线 他很喜欢画这种酒吧里面的这种光线条件 所以今天我也说大家 如果愿意喝一杯 可以倒一点给自己 趁着喝着这杯酒 我们看看这个 19世纪的这个 像劳德雷克这样 很有个性的艺术家 当然他也很喜欢酒吧 舞厅 俱乐部 那么他当然有一些的原因 我们从这个画上 我们可以看 从这个画面上 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画面的组织的形式很特殊 首先上来就 切了个三角 切下去一刀这个地方 这构图很新颖 是吧 构图很新颖 突然来这么一刀 这个地方就没有了 剩下的人挤在这半边 就造成一个画面的拥挤效果 记得我们昨天看 雷拉斯开吃吗 我用电脑软件 稍微去调整了几下图片 你感觉那种视觉的变化就不同了 怎么样形成疏散 怎么样形成拥挤 它是个相对的 看你这个画框 四个边怎么去处理它 这四个角落怎么处理 当然画面大小很重要 那不光在于大小 重要的是怎么去分割这个画面 哪些人物安排在哪些地方 这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 他为了让画面形成一个狭小的空间 他画了一条线 可能是吧台也好或者桌面也好 或者什么东西 他裁切了一下 然后这个人物进景当中 是这么样一个人物 这个画的是看起来很奇怪的一个人物 但是光线的变化很强烈 底光 所以我今天也用了一个底光 感受一下在这种特殊光线下的这种 视觉的效果 你不习惯可能一开始看着难受 但是一看这个画你就习惯 我这还没他那个底光更厉害 他要真正打成那样 我这眼睛有点受不了 但是你能够看到像这种阴影都往上方走 绝对不是经典的那么朗广 那么中心地带这几个人可能是在喝酒啊聊天啊 或者是在谈论这一些事 然后背景当中一些啊 这个这个冷颜色啊 冷绿色 能跟前景当中的这种暖色的深的暖色啊 暖灰色啊 还有这种比较比较偏黄色橙色味道的颜色 就形成了这种冷满的大的对比 他很喜欢用这种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冷暖反差很大 本身就是印象派的一个特点 总是找受光背光啊 找冷色暖色找这种色性的变化 我们今天稍微讲讲什么是色性 色性其实简单理解就是色彩的性格 我们就说冷和暖就是色彩性格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是内向 一个是外向的开朗 灯放 一个是内向的内脸的含蓄 那么就是冷颜色 是内向 暖颜色就是外向 所以我们这个在前人翻译的时候 就把它翻译成了冷暖颜色 或者是色性色彩性格或者是色彩性别 甚至有人这么去去体会 但是一般是认为是一个性格的变化 那这种性格色彩的性格 放在一个画面里 它就会出现对冲和包容和和谐的一些变化 比如有的绘画就会整个是一个同类色 它就比较舒适眼睛比较舒服 那么这种对比色主要就是在 音像派的后期 后期音像派越来越多用 一直延续到野兽派 表现主义 特别喜欢用这种对比色 那到了这个就是 现代派的时候 要用这些颜色 那到了后现代 就觉得对比色也不过一 干脆黑白吧 大黑大白 对比色 就对比色都扔到一边了 黑白颜色 后现代 甚至就是极简主义了 就几个黑几个白 尤其是在做大的艺术空间的装饰的时候 有些大的比较有实力的画廊 一些公共空间 有些是这么用的 但是好像艾特蒙顿没有太多这样的地方 现在还没太碰到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这就是典型的劳特雷克 跟这个时期是完全不同的 那是学生时代 这是成熟的作品 当然你如果说你喜欢细腻的作品 喜欢写实的作品 那劳特雷克不是 不是你喜欢的 他每天都是在这种夜场当中去穿梭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这样的 我们看看他的图片 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样一个形象 非常 这个照片稍微有点小 你看是一个绅士的形象 你看这个绅士的形象 戴了一个那种泥子的圆顶帽 还有一身这个长的大衣 主了这么一个拐杖 他这拐杖还真不是为了身份 他腿有点毛链 他小时候生在一个贵族家庭 都是这个父母 其实都是有这个叫什么爵位 有什么这些贵族的一些封号 他从小呢 贵族很喜欢那个 贵族有贵族的玩的东西嘛 就跟咱那个这个小后 你小后玩的东西 你就跟你的生存环境 跟你的生活状态很有关 尤其是在我们 如果在国内长大 比如这个 劳特雷克就是家里面经常教他骑马 专门给他找马术的这个教练 让他骑马 绅士运动 我想大部分中国人 如果从国内来的话 应该没有机会学骑马 没有机会骑马 早上玩那个游戏都差不多 都比较比较简单一些 他骑马当中呢就摔下来了 摔下来了 可能这个劳特雷克并不是个天生的运动的好手 摔下来了 摔下来以后呢 把腿就给摔断了 你看他长得这样 你一看人长得这样 你就能感觉到他不是个运动型的人 长得就有一点这个厚重的感觉 就有一点就是长的是个老实人的样 他不是一个那种特别机灵的运动型的那种那种样 你看他那种鼻子的感觉厚钝钝的粗粗的眉毛厚厚的嘴唇 这种那种象毛厚弯会给你留一种印象 留一种印象 大概你会对这种象毛有个判断 当然我们不是象面 我们不是象面 但是他确实坠马了 坠马以后养好了 结果过了一段又骑马又坠马 两次摔断腿以后 这个他就不生长 他身体就开始停滞生长 所以他其实个子很小 身体出现了问题以后 劳特雷克的父亲是一个比较严厉的父亲 应该说 而且也应该是蛮蛮喜欢这种虚荣的 这种靠面子 觉得孩子 这个就有点 对他有点冷淡反正 对他比较冷淡以后 他就 当然这个是从小喜欢画画 妈妈对他照顾比较多 后来他就开始大量的会画 因为他也不能参加这种太多的户外的这种活动和运动 他就大量绘画 大量绘画 进入工作室学习 然后也曾经各处的去游历 去学习 但最后他就在巴黎落脚 他本来就法国人 本来就法国人 法国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出生的 在巴黎落脚以后 他也慢慢的去融入 但是他很难融入上层社会 也就是说贵族的这个交际圈子里 他是没法进入的 但他没法进入这个贵族的生活圈 他逐渐就开始适应底层的生活状态 他就开始结交在舞厅 歌厅 应该不叫 那叫什么 俱乐部 应该就俱乐部这些地方 那本还没有歌厅 他结交了大量的舞女 这个酒保 这个酒吧的老板 还有其他的艺术家 然后他开始越来越多的独立的去创作 所以他在这样的很混乱的一种生活当中 没有找到自己自身的位置 当然他很自信的去画了很多成熟的作品 然后就很可惜 三十多岁的去世 三十七岁跟樊高一样 三十七岁 我们说过这个 三十七岁去世艺术家挺不少 拉屁也是好多 我比较很难记住 那我们再看几张他比较其他类的作品 我们看看这张 这样的一个作品 稍停一下 就是你看到这种作品 稍停一下 这个作品乍一看 有点像个插图型作品 是吧 你觉得这有点像个插图 它不像一个纯绘画的作品 画的这么粗糙 这裙子这颜色好像也涂得半绵绵的 就没涂完 有些这线条感觉这是起稿画的 还是怎么就乱七八糟的就留在这 还面部也是这个画的这么极形怪状 这瞎巴也不处理 同样的人物挨的这么近 在一个空间层面上 这怎么这么大的脸 这怎么这么小 这个这么不好 这感觉在造型上是一个相对混乱的状态 当然我们昨天孙香马蛋时候也提到过 作为那个时代的艺术家 他的生活可能就跟他的画面一样 就是我们说那个字如其人或者画如其人 他可能就是这样的生存状态 生活的一个状态 他就把这种情绪带到绘画里 他并不是一个严谨的 古典式的这种绘画的一个风格 所以你看他这个作品也就慢慢能够理解 慢慢能够体会他 但是他是怎么样去画的 明白 他很大胆的把两个人物置身在画外 一刀切 一般很少在画面上往脸上切 比如说这个画面 有一个人物一刀画面的边缘 披在脸上 这个不太舒服 就是这个地方这么切开 他很不舒服的 但是他这个人呢 生性比较这个向往自由 他很大胆的去使用这种构图 这是他独特的地方 他不太讲究说我这个画要画草稿 我就来着看一遍就成型了 他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他的这个作品 你也能够看到他那种很随意的 随性的这种创作方法 他不怎么齐稿 可能不怎么画草图 凭着是纯粹靠天生的那种那种绘画的冲动 或者我们说纯粹凭天赋画画 他不像伟拉斯规之 我们昨天分享公额 那是很经过深思熟虑 那么反复推敲 那多少夜不睡觉呢 画那个草图 反复的去画上面那几个房梁 灯啊 几个这个大的方块画多大 这个背景 前景背景人物 是个什么关系 那一定是深思熟虑 这就是冲动型绘画 那么这样的作品你读解了 你才知道哦 越来越容易读解表现主义 越来越能知道后面的这个20世纪美术 他们为啥那么干 全是那种凭着纯粹凭着自己的那种绘画的冲动 或者涂鸦的那种冲动 或者内心想表达一种自己的 不管什么样的感受啊 自己什么样一种欲望 直接就血脉喷张 直接就上来就画了 上来就来了 没有那些不跟你商量啊 只给的那种 有点像20世纪有些现代主义文学的那种感觉 不跟你墨迹 没有铺垫 上来就是生猛 就学林林那种感觉啊 有的时候我印象里有些诗歌有这种感觉就是 那因为我文学并不太喜欢 但是但是我的体会能类比的话就是 其实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些诗人 当时挺被追捧的 当然我也是厚读的 那个时代我太小 有些诗歌你能够感觉到那种生猛的劲啊 有一种纯粹的那种表达的力量啊 我有的时候读到一些还是能够体会那种文字的文学的魅力 有点像这个 后期印象派开始的这种表现主义开端 那种很膨胀的想去说点什么的那种欲望啊 戏剧更是这样的 理解这个东西理解不了 需要其他的艺术门类帮一下 我的经验啊 这个仅供参考 我绝不能推广这个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很难理解啊 你用其他的艺术门类 同期的东西比较一下 很快就能够很容易啊 就能够过这个坎 能知道这个在干嘛 我们再看一张他的作品 你看全然这样 这个还稍微比那张好一点 稳妥一点 起码这人有个人样啊 然后呢就是这些大的对比 你看他又是冷暖颜色 不要不要空间啊 这个人画画不要空间 或者不怎么样空间 不怎么样体积 不要那么立体啊 平面就行 涂几个颜色啊 就气氛到了就行了 这就是表现主义 不跟你交代那么清楚啊 这个衣服是什么样 这儿有一篮一篮 这格啊 这儿有个扣啊什么 不给你弄这些 就是一种气氛 给你一个上来就框扎一下 就给你一个视觉的感受 就给你一个体验 就跟我今天打这个光线似的 就给你这么一种氛围 给你这种一种逆光的氛围 感觉这人要说点啥 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虚张声势啊 只是给为了大家这个 稍微有点这个对 对劳特雷克那个时代啊 对那种啊 那种昏暗灯光啊 这个这个 舞厅的那种啊 光线氛围有一个 有个呼应啊 所以布置的光线 他包括这样的作品 那这就是舞厅里面的一个批 叫平常的状态 那比较平常的状态 那你想想 他为什么总爱用这么一个绿色啊 特别爱用这绿色 我觉得这个舞厅不一定是绿的啊 不一定 而且你说这个舞厅要布置的这么绿 它舒服不舒服 人能呆住吗 大晚上到处都这么翠绿翠绿的 我不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装饰效果 而且它墙也绿 是低也绿 你说这个是哪来的 我觉得是劳特雷克自己的个人的一个 对于色彩的理解 个人的一个对色彩的偏爱 他喜欢这么的用 所以这个就是表现主义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我是随心而动的啊 从前面画光线 我还是画眼球看到的东西 现在我已经画我内心看到的东西 我不画眼睛看到的东西了 眼睛看到的东西只是一个参考 我要在眼睛看到的东西的基础上 把我内心想画的东西画出来 这就有表现主义味道了 那表现主义到后期越来越夸张 越来越疯狂 如果明天我们可以的话 我们讲讲表现主义的话 讲有了表现主义 你再去进入抽象艺术 再去进入野兽派的楼面 你看这样的就是 他画这个东西 你看歪歪扭扭的每个都不太规整 你看这个人这是怎么回事 我都有点不能知道 这是穿了个裙子还是怎么样 感觉这个人就跟那个面条似的 就贴在地上的下半截 他就算是这个舞女 我可能是我这个对于这个时尚啊 时装啊没有什么感觉 这头发我也觉得不好看 这怎么弄的跟个大炮似的这个头上弄这个 好看吧 这书顺的留到后面不就完了 弄了头顶上这是啥意思 我不知道啊 可能是当时这个 法国的巴黎的这种 这种 这种时尚文化所趋啊 我不是很理解 不是很理解 包括现在的有些时尚的东西 我持保留意见嘛 我真的有点有点不能不能完全的接受 我觉得就正常一点就可以 当然有些审美上的一些风格 你能够看出他从哪借了点东西 还就给夸张了一点 变化一点 两个东西架接碰撞一下 但我对那可能不是很感兴 但我觉得这个 这只是个时时代的标志啊 像这种东西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作品 其实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影子 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再看一张 这张 比较代表的一张作品啊 应该说这张就比较典型的劳特雷克 一般呢 对劳特雷克有所认知的人呢 一看这张就是典型的劳特雷克 你看他这个粉红色跟绿色这种对比 还用的很大的 还用冷暖对比 前景通过冷暖对比 中景通过形态去突出 人都在跳舞啊 这个形状 画的这么 不过这个 到了这个后期印象派的时候 你不能用太写实的视角去看的 你要非说他这个舞怎么跳的这么难看 我也是觉得有点难看 但是他不是个图片 不是一个纪录片 我们不能这样去看的 那今天要给大家稍微分享一点 我觉得跟他有一点 我不好确定是不是能够代表这个时代 我们就分享一点不同的东西 我从这个戏剧里面摘了一小段 一小段 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是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不准确啊 因为我戏剧也直播 是爱好 以前比较爱 以前昆国国境比较爱去看戏 我们看一小段 我想通过这个戏剧来说一下 这个表现主义整个给人的感觉 他从现实主义来 但是他又不回归到现实去 那他要干嘛 他要说个啥意思 他表达这个东西有没有张力 从画面上来讲 从这种平面的这种油画作品 我们已经有点不能够 就不容易去摸到它了 当然作为我们这样专业学过这个 又画了很多年 还是能够基本明白 但是作为业余爱好的 这个地方是我个人觉得是有困难 是很困难 所以我们看这一小段 我给你们每人买了一张大红产票 谁要是得了奖 我也不多了 我就要一半 那你1% 但我有良心 估计我还守得 500万的1% 你不就你这跑短吗 就你为两条狗短 哪张就一万五啊 我给你一条 好了 这钱 不要 具体行动 不要 别被我做人的原理 你还要做人原字 当然了 谁像你 这就是我的原则 不要 别这样运 我也不想给哪个幸运的小混蛋 招了天气 你怎么就知道你不是那个幸运的角色派 是我的奖项 你不太像吗 马路说得对 把钱还我 马路 你一个人没这个运气 反正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吗 我这两个人老跳 不管谁得到这笔钱 咱们说好了 不管谁得到这笔钱 必须得拿点出来送给大家 听到没有马路 交钱 我们暂停一下 暂停一下 我们下面当然还有一段 我还会给大家看一段 但是这一段呢 你看他们演的是个什么 就是从直观上感觉 直观上感觉你能感觉到他们演的是个大家坐公交车的一个状态 那戏剧舞台上能给他们制造一个真的公交车吗 可以 戏剧舞台上可以做刀 很多时候把半个公交车切开了那种感觉 把人放进去在里面晃 真的一个情境下把人放进去是可以的 就绝对能完成 尤其像国家化剧院这种大的制作单位 那他们每个人就拿个公交车上的把手 而且你觉得公交车上是那样的一种状态吗 很多时候是挤的 但你觉得它是那种状态吗 人表演的时候都是比较随意的晃动吗 不是 公交车上大部分时候是稳定的 是有微颤的 他那么故意的那样的感觉一种拥挤和一种城市生活下快节奏 那这个就是表现的去表达这个场景 我觉得他不是写实的 写实不是这样 写实的应该弄几个椅子 大家能坐的坐能站的站的 那他们是一个特写式的镜头下表现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就表现主义 当然这个戏本身它我不好断定它是什么样的 但至少在表演上是有这种感觉的 我们下面再看一段他们这个看报纸这个过程 是 你是不是又看那篇恋爱的一百种技巧了 你要是想知道直接请教我 你就是 还在上面打钩 你无聊不无聊 是 它还在锅 Tank店 팀的人给他点个歌 你不会干吧 你不会干吧 商量或情人节给他付款 你不会更 decision 你不会这么办吧 每天都接dy zum到上下班 没准 对 没准 没有啊 还给他买香水 你不会那么办吧 买 Jordan foil 我问了吗 买买巧克力 苦的 没错 你肯定给他写情诗了 你的诗里面肯定是这么写的 我是强壮的冯犀牛 我的皮有一寸厚 我是性感的冯犀牛 我的皮有两寸厚 远近文娱的大多位 我们的爱情是天仙配 虚心的乱衣被准备 先冠苦兵陪你睡 就为了一个有不应经历的主人 好了 我们就分享到这 我有兴趣的可以 看看这个戏 这个戏很有名 相信很多我们家长朋友 应该是会看过 因为我知道 有很多文艺 文学爱好者特别爱读书的 看过这种戏并不奇怪 那他后半段我们刚才回忆一下 他演了个什么东西 他演了一个 在这个主人公马路下车以后 或者在旁边落座以后 他们大家的一种状态 他用报纸 用读报的方式表现 然后感觉大家都心不在焉 说一个事 那大家同时做一件事的时候 心里都想的另一件事 这很有意思的一种 这种 这种就是内心的这个状态 和就是眼睛看到的和内心想的 都不是一件事 这是人很本质的一种 有时候你看着这个书 你有时候想别的事也是经常的 然后他们突然 这个拿起来这个纸说下雨了 那马上这个报纸就 把整个的情境都变了 这就表现了 不是个现实主义的 他不是写实的 他一拿起来 那个就大家一抖 就觉得在下雨 一个人的话力量不够 那个重复几个人 一下就有那个情境 然后紧接着他们又 那个折成一个报纸 感觉大家在看电影 不管就是 其实用的一天当中 场景时空的这种转化 其实大家都原地没动 然后去表现大家不停的 在背后的这种议论 然后其实就是观众 对于这个主人公的一个看待 最后一人挖了个孔 是吧 一人撕了个孔 干嘛 在偷窥 在偷窥 这都是表现的一种方法 表现的极其丰富 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戏剧的时候 这种先锋戏剧 这种话剧的时候 你对表现主义会很敏感 一下就知道了 这就是表现 这就是表现的去挖掘它 那么当看画的时候 就说你怎么画的不像呢 你怎么画的乱七八糟 那我们去对照不同的 这个艺术门类的时候 你就发现 画的像不像 像 它像的是那个状态 像的是它内心的世界 它像的不是你看到的现实生活 像的不是你眼睛看到的东西 你刚才也没看到公交车 你再觉得它就拿那个就代表公交车 你拿个报纸一晃就下雨 不是的吧 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大家如果能够 对戏剧啊 对文学有一点感觉的话 你可能会有点小的供应 可能讲的稍微啰嗦了点 但我又怕讲不清楚这件事 所以就我们就多说了几句 多说几句 下面我们再看一些 老德雷克比较经典的作品 比如这个作品 比如这样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 这个图片清晰度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能看个大概意思 他很多时候其实蛮多的时间 就是记录他周围的生活 但他记录的同时 又表现的去记录 也就是不完全还原现实生活 就是像维拉斯开支那样的 看到什么画什么 画的就跟眼睛看到的一样 记录 当然他巴洛克 首先要有记录的功能 首先要有写实的功能 写实的情况下 怎么去寻求美 怎么美化它 那是巴洛克的事 以后看多了 慢慢会越来越明显 包括这种作品 哇 这个太插图了 是吧 太随意了 画了 这不就是一个 随意的一个涂鸦 你就涂了几笔 慢慢一放 那有舞女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看像这样的作品 其实他大量画了很多的舞女 他生活 我后来的整个人生的生活 就是每天都是这种重复 天天都去舞厅 然后混到很晚 然后回去 然后就喝酒 然后回去 一般也会 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舞女陪他回去 然后就过夜 然后这个人经历其实蛮茫盛 很早起床 然后起来那人 那个舞女一般在那睡觉或者是那些陪酒的侍女 他就画她 而且时间长了 大家都很熟悉 他画了很多类似这样 你看就是这个大家这个舞女在休息的这个状态 像这样的作品 这后台或者排练的一个状态 那种秀场里边 那个一般下午是需要排练 像这种的舞台剧的这种感觉 当然这个刚才看了 像这种 这个比较经典 像这种作品 我们只有这个这个晚上跟大家家长朋友分享 白天一般我们就这类作品就不太好说 你说这个这怎么做 这这俩人睡觉 他在这画画 其实他还画了更有名的一张 就这张 这张 这是他典型的一种造型的语言 而且他很关注 这个人性里面 就是人内心里面关于性的一面 性的描写 性爱的描写 表现主义里面到后面 就越来越偏近这个 就是心理学的东西 有一点有点心理学的意思 就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我们前面也提过 表现主义之后 就是出现了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达利 像这种超现实主义 就表现的都不够了 表现的我的手段没了 怎么办 超过现实 我超越现实能表达的能力 我用非现实状态表达现实状态 这就是超现实主义 像这种性爱的描写 到了表现实质 到了表现主义的时候 席勒 就一生就是描写性 就为了就画这种两性关系 就一生都在做这个事 所以他并不奇怪 并不是一个奇怪的时代 他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想 就是这么做的 很大胆的 在当时很大胆 你看看我们刚才画草地上的午餐 那刚一个裸体 跟一个着衣的男士 坐在一块儿 那都被骂成那样 没过多少年 没过多少年 他1864年 那马奈才多大 马奈他30多岁 正是刚画出那个作品的时候 他是他的幼年时期 成年就是成长期 过了十几年 他就画这样 过了十几二十年 他就画这样作品 很大胆 很大胆 敢画这样的那种 这也是这个 一些舞女的这个 场间休息 他包括这样的作品 你看这作品 你乍一看 就看一个人 这是个人吗 我差点看成一码的 让人有个带着 那就是这种 对造型的这种随意性 是他的风格 所以我们对待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请不要带着一个照相机的眼睛 带着一个镜头的眼睛去看 看待这个世界 就很难弄弄懂他 比如这样 这个色粉作品 这个有点展示 他的写实的能力 一看 这个他还是能写实的 他还是画的能 画的挺好 挺完整 还这样的一个作品 我们再看看这张 我看一张这张 这张我们瞬间就会想到了梵高 瞬间就会回到梵高的身边 他跟梵高是比较好的朋友 他跟梵高 跟高庚梵高 就关系比较好 他像马奈那样的人不太理他的 你稍微想一下 马奈也出身一个上流社会 一看他身材 那个马奈多爱美啊 都喜欢莫里索那样的 不可能喜欢他这样 印象派里面有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 印象派里面 马奈像莫奈都有点 骄傲啊 当然 做这个文学艺术的人 骄傲的是99% 但是呢 印象派有一个特别好的艺术家 就是完全没有有色眼镜 能帮谁就帮谁 纯粹老大哥似的 我说的老大哥不是那种 像马奈那样领军人物 是特别为别人着想 满心都是爱 医生对家庭非常负责 就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合格的父亲 合格的朋友 并且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 这个人叫毕沙罗 我们有机会讲一讲 当然讲的时候 我们讲讲毕沙罗 应该是比较正面的正能量 因为讲来讲去 老是这些生活比较混乱的 对家庭也不负责任 孩子也不知道是谁的这种 大家容易对艺术有偏见 说合着你们这画画的人都这么过日子 也不是啊 也有好 也有好的 对家庭负责任也有 我们一定要讲讲毕沙罗以后 毕沙罗帮助了几乎一向派对所有的人 对大家非常好 樊高的医生就是毕沙罗给找的 加歇医生就是他找的 然后像赛上想参展 参不了也是毕沙罗帮他画的挺好 来吧 跟大家一起展一展 我们别那么骄傲 然后马奈和莫奈就很不开心 很不情愿 但是也接受了 我们都转眼 这个画你能够感觉到他在模仿樊高的一些笔触 樊高当时真的没人喜欢 连高庚都不喜欢 就是这个劳特雷克特别喜欢樊高 是樊高的小迷逼 或者是粉丝 甚至你看这个画有点学樊高 我们说的让我们看一两张樊高 要不然这个不直观 光说樊高 大部分因为我们家长不是在不是专业学习这个 那个画的清晰度在脑子里不够 我们看一两张樊高就能感觉到 我们看这张吧 邮差 你看这笔触 一道一道一道 你说那个笔触这胡子感觉画的跟木头做的似的 但是他就是这样 你看这颜色也跟他像 颜色跟谁也特别像 跟老特雷克也像 你看这 画的颠三倒四的这种感觉 就完全不顾及形体的变化什么光影 我就来着看 怎么好看怎么来 表现 你看这房顶全绿的 一会儿红一会儿绿 你就算是这个是红房顶 你这个绿颜色也不可能这么绿吧 肯定是个灰绿吧 他直接就来这么猛的颜色 这就是 这就是启发了表现主义 所以我们说那个 劳特雷克就是 其实是在梵高之前 或者是同期就开始这种绘画了 当然梵高比他大几岁啊 大小时将近十岁啊 十岁十一岁的 1853年吧 到1890年去世 他1864到1901啊 当然看到这种作品啊 当然梵高的一看还是很激动啊 确实是画的真的是好 很容易打动 看看这个梵高的作品啊 这星空 那个这就比较典型的啊 一看这就想起来了 看看这啊 这样的作品 其实劳特雷克像这种感觉啊 不像星空 星空那个跟他还真不太像 像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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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的人都 跟这个不是太像 跟这个像啊 这种感觉 这是劳特雷克 然后我们还回到 劳特雷克的这个作品 那这基本是 劳特雷克的一个状态啊 当然他也有比较写实的作品 我们看你讲这种 相对比较完整 比较写实 写整个的画面啊 色彩啊 对比啊 还是经过了专业的 艺术家工作室训练完以后 他对这种东西的把握 还是 心中很有数的啊 也就是说 他要想画戏 我觉得是有这个基础能力的 只是他不想这么做啊 我的感觉 他不想这么做啊 看看这张 我们先看上 下面这一张 还是刚才的那个女模特 你看他这个整个的造型啊 外形的控制啊 包括这个衬衣的褶皱啊 颜色的分配啊 像这种比较呃 纯粹的这种技巧型的技巧的 绘画技巧的路肯 他做的没问题啊 你看这个衬衣比较薄的 都有点透出出那个肉色在下面的那种感觉 阳光比较足的时候 这个他都能画啊 我相信他画点写实不成问题 而且前面我看过他比较严谨的那个 油画肖像 刚才这一张是吧 再看他画这个不奇怪 但你看看这只手啊 这只手画的是特别建的功力 特别建这个艺术家功力 很准确 然后造型形体 包括颜色 包括透视 位置 力度都刚刚好 都刚刚好 那我们其实看劳特雷克呢 的同时呢 我们要回忆一下毕加索 毕加索是不是很多时候 他学劳特雷克了 他学了没 他还是学了 他还是很明显的去学习了 劳特雷克 这就是毕加索很多作品 你看看毕加索这个作品 他学的没 学的就是那种笨笨的 憨憨的 他那种执着的绘画的那种方式 不追求那种巧妙的处理 你看这作品学了没 能看出来他学老特雷克 也就是说他这个蓝色时期啊 包括粉红色时期 他一些造型上 他觉得老特雷克那种随意的 冲动的那种造型啊 不太去处理的这种造型的这种方法 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就直接情绪型的 这种情绪上来就就喷勃出来的这种 绘画方式 涂鸦的方式 非常好 所以他学老特雷克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前后对比之下 你就更容易看到这个艺术家前后是有传承的 所以我才说欧洲美术史相对啊 还是好讲 你看这作品 你看这作品 这个作品 这作品太像梵高了 我要是扔到梵高那里 我跟你说这梵高的 我相信80%的 这个我们的那个朋友们家长们 就很难分辨住 这是梵高的还是老特雷克 没法分辨 你除非就有大量的这个视觉的经验 那么这样这样的作品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这个 就是他很善于 他在很个性的追求内心的同时 劳委雷克也是一个善于学习别人的 美术史上经典的画家里面 我觉得绝对不乏憨厚的人 但更多的是善于学习的聪明人 就是我个性 但我不是标新利益 我个性是自然流露 我个性 我要坚持自己的个性 但我坚持着自己个性的同时 我就不去学习了 我就停滞不前了 就像毕加所说的 我可以抄袭别人 但我不能抄袭我的昨天 这就是这样的很有定力的 很自信的坚定的这种 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这种 新绘画或者现代 现代主义的这种开端时期的 这些艺术家做到的事情 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他们真的不是在好笑话 真的不是在简单的去 去嘲弄别人 嘲弄自己 玩弄自己的这些技巧 故意的表现出 是一种艺术家的一种状态 他们是真诚的去面对的 至少我们在读解的时候 我还是能够感觉到 而且你前后越对比 越会觉得 每个人都极善学习 绝对在学习 从来不懈怠 当然说从来不 稍微有点补断 那我至少我觉得 当他遇到 他觉得是好的作品的时候 他绝对是不遗余力的 绝对是全新的投入的 如果他真的觉得好 他真心喜欢 他真会学 也真会为这样的同行 然后鼓掌致敬 这是老特雷克这样的 这个艺术家能做到的 所以今天我们基本讲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后期印象派的 带有表现主义先驱 表现主义特色的 一个老特雷克 同期跟他 刚才我们做一点小的比较 我们在为了日后能够 更好的读解梵高 梵高不是个孤独者 他旁边还有这样的 这个追随者 他不是个孤独者 你要知道 他那种内心才会那么丰满 他不是我们那一般意义上 电影一直演的 或者神经病就天天 把自己圈在房子里 不是那样 他一定有很多的 这个知己 能读懂他的人 就是那个 这种 朋友之间的交流会很多 所以我们这是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今天呢 老特雷克这一章 然后到这儿 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 就可以结束了 然后祝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